在一整套的这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 它呢也应对了我们现在疫情情况下 现在的比如说新冠检测啊 帮助人类解决危险性的 简单性的 存活性的 劳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个无人配送机器人 主要就是涉及了这个 环境感知决策与规划 这个控制 然后人机交互等等 针对这个疫情 我们可以用这个无人配送机器人 实现无接触的配送 它有15个活动关节 有6个自由度 可以做一些特别精细的动作 也可以帮助上市残疾者 去辅助他们的生活 我认为在这里的生活 我们在等待你看好 我们在家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放休息 来看好 我们在家的生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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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看好